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这个教学小分队啊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团扇 它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舞蹈 唐公少女的御用扇子 然后今天我们三段的分别 会给大家教学一段里面的舞蹈 副歌部分 肩作部分 伪奏部分 哇 不多说了 让我们来开始吧 哈喽哈喽大家好 首先呢是我们很元气的一个副歌的部分 它的准备的动作呢是一个很端庄的 美人游抱琵琶半遮面的这么一个准备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它是一个别人叫你啊 林佳慧 哎 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整个副歌呢 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反弹琵琶 第二个是对镜梳妆 我们先来教学反弹琵琶部分 第一个动作 林佳慧 哎 好我们开始啊 123走 团扇 对 然后清摆 真的很轻轻的摆 这个时候要保证你的手 要看出你的团扇 然后是一个平行的动作 团扇 清摆 隐隐体态 隐隐体态勾了一下你身体的曲线 隐隐 哎呀呀对不起 就是这样子 绿一下隐隐 体态 根据他的歌词体态 像跳踢踏舞一样 隐隐 体态 给一个力 体态 碎步摇起来 很可爱的 碎步 对 两个小跳 然后这个扇子呢 放在头上 像遮太阳一样 很热 碎步摇起来 是这样 手放在你的胳膊肘 然后出胯 一个 两个 右胯 左胯 碎步摇起来 后面就是反弹琵琶 精髓部分 这地方有点绕啊 大家来注意一下 先是一个 顶 胯 左 后面一个地方 胯有点绕 大家注意一下 是你的右胯 手伸上去 要看到你的琵琶哦 然后进行一个反弹琵琶 左胯 坐 要弹到你的琵琶面 要注意你的扇子 扇面 弹琵琶 反弹琵琶 对 然后再 手再画过来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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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结束了 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点复杂呢 我们来连起来跳一下 1 2 3 走 团扇 清白 淫 淫 体态 碎 鱼 摇起来 琵琶 响起来 天籁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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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还是重复第一段的动作 一二三走 掠湿粉袋 后面有点变化哦 蝴蝶迎拆的时候要对进梳妆了 这个时候出腿 然后就是举起你的镜子 然后进行一个梳妆 记住你的锁手呢 是在耳朵这个地方 滤下来 掠湿粉袋隐隐体态 这个时候呢 下一个动作 要舒展你的身体 带一点点韵味 就结束了 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小负担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一二三走 掠湿粉袋 蝴蝶迎拆 雨一舞起来 铃铛响起来 天来 就结束了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讲的就是 尖奏的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整首歌最洗脑 也是最多的地方 所以学会了它就等于学会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歌曲了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叮铃铃 所以我们首先就是扇子很重要 你看看这个扇面 我们要冲正面 然后左手到你的肩膀与肩膀平起的地方 然后就去转它 然后就去转它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一个踮脚这么一个动作 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左手就是一二三四在与肩同宽的地方 五六七八在你的头顶正上方 然后把你的手不要这样 把你的手立直 然后它的小窍门呢 在于每一次的一 你的头要有一个倒过去的过程 然后呢 它会有一点延迟 就它不是一二三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接下来呢 二二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扇子 把这个扇子直接打到你的左手 五六七八二 头也一起甩过去 二二三 三四 这个四是很多的哦 就是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五的时候 往上 五六七 这就是两个嘿嘿 嘿嘿的时候 如果有裙子的小伙伴呢 就把你的裙子一起撩过来 如果没有呢 就直接把手这样 七 然后八 记住这里的扇子要垂直 然后头要往这边倒 就等于是嘿嘿 然后再来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它只有一下 就等于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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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尾奏 尾奏部分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长啊 就慢慢的给大家讲吧 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翻手嘛 然后翻到这个地方 一二三八四 这个地方一定要可爱一点 三八四 然后五六七打八 是不是很可爱啊 一二三八四 五六七打八 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翘腿 就是那种唐公少女的翘皮可爱 五六七打八 然后二的时候把那个手放下去 还有扇子一起放下去 二二三四 对一个转圈 一个华丽的转身啊 二二三四 然后五六的时候朝前走 五六七八 这个动作就非常考验你这个腿了哈 我也是练了很很久啊 他就七八的时候一定要直接就下来 一拍直接下来 八然后三二 是一个转扇子的一个动作 这个扇子就这么转 他是这样子 二二对 三二 然后三四这个 由小伙伴的同学可以试一下分层 没有小伙伴的同学就直接打开好吧 然后一个转手到这儿 再打一下 然后就可以起来了 然后就转一下扇子 然后再转身 然后一个pose 就ending了 耶 相信大家看完我们的这个舞蹈教学视频呢 一定对我们这个唐公少女的舞蹈有更深的理解了 所以我们期待你们的翻跳哦